中共八一建軍節的前夕 身兼中央軍委主席的中共總書記習近平 到吉林長春視察的時候 也視察了被稱為前軍委副主席 徐才厚嫡系部隊的第16集團軍 這是徐才厚倒臺後 習近平對十六軍的首次視察 他還強調 要徹底肅清徐案的影響 其中包含了什麼樣的政治意圖呢 我們一起來看看下面的分析報導 中共媒體報導 習近平18號下午 到駐長春的十六軍視察並發表講話 習近平再次強調 徐才厚的違紀違法活動 對軍隊的損害是全面的深層次的 因此要從思想 政治 組織作風等方面 徹底肃清徐案影響 外界普遍認為 習近平此時重提徐才厚案 耐人尋味 他現在再提徐才厚案 就是因為徐才厚還有影響 儘管他死了 他在東北地區 郭伯雄在西北地區 兩個大軍頭經營中國的軍隊將近30年 據了解 第十六軍隶屬瀋陽軍區 徐才厚曾在十六軍任職7年 先後出任該軍政治部主任 政委等 在瀋陽軍區徐才厚任職更是超過20年 因此徐才厚落馬後被視為徐老曹的瀋陽軍區 其人事變動就尤其被外界關注 去年中共七大軍區的人事調整中 瀋陽軍區可謂最為特殊 有超過170名敏感崗位的人員進行大輪換 就連該軍軍長高光輝 政委王群也雙雙倍調職 剛剛過去的7月19號傍晚 澎湃新聞網刊發了原瀋陽軍區政治部組織部部長 唐新華接替仁國來擔任十六軍政治部主任的消息 不過當天有海外中文媒體發布一段視頻 顯示在習近平抵達吉林沿邊的前一天深夜 有至少10多輛99式坦克和軍用大卡車 罕見穿過沿邊市區 消息說十六軍主官雖已患 但當局擔心軍中仍有徐的餘黨 會防不測 特調一個坦克護駕 不過目前無法證實這一消息真假 中國問題獨立評論員李善劍認為 要完全清理江系在軍中的眾多人脈 需要一個過程 但在目前習江鬥已經非常膠著的時刻 習近平還敢去徐才厚的發跡地 其中包含兩個重要信號 一個是習近平相當於他用這種方式 宣示他個人對軍隊的控制能力 他不僅僅對傳統認為他有影響的軍區 比如說南京軍區 他有這種控制 有這種信心 而且他感到一直認為江西背景很深厚的 那徐才厚發跡的東北軍區特別是十六軍 他敢去 敢去那個地方講 那另一方面呢 也是他要對軍隊做更進一步的控制清洗 而且用他自己的話也深入地去做這個事情 大紀元新聞網認為 在北戴河會議前夕 習近平說出要徹底肃清徐案影響 顯示習要肃清瀋陽軍區江派徐才厚勢力 也流露出穩住原江派軍隊勢力 對習近平的重要性 尤其本輪大陸股災發生後 即將召開的北戴河會議格外引人關注 那麼網上傳說要在北戴河會上呢 要把他罷免 有這麼一個說法 所以他處境相當不利 所以他不得不加強經濟 最主要的他要加強軍隊的控制 雙方分數快到完全攤牌的時候 狗機跳牆嘛 反應呢一定會非常激烈 雙方呢都會要把自己一切的力量使出來 那前一段時間股市上呢 雙方能夠在金融上邊 整個以中國經濟的代價來做得鬥的話 我覺得呢已經攤牌了 就是雙方徹底動手撕破臉皮 當他要到那一步的時候 誰對軍隊有控制 這個是至關重要的 上一次習近平提出 要徹底訴金徐才厚案影響 是在去年10月底 習近平到福建古田 召開全軍政治工作會議時 當時軍方有400餘人出席 今年5月6號 中共軍方總政治部召開會議 再次提到要肅清徐才厚案的影響 太老了 給你聽到 很高興